为了了解施工所执行市政建设的现况和成效 花莲市民代表会在主席苏美猪的带领下 特别前往了中山路来关心 目前正在施作的人行道赠灾修复工程 以及打卡景点长景路公园 和今年7月启用的花莲市第一座 华东部落文化聚会所的工作以及进展情况 花莲市民代表会目前正在进行第21届 第4次定期大会 为了解施工所执行市政建设的现况及成效 5日前往中山路关心目前正在施作人行道赠灾修复工程 以及打卡景点长景路公园 和今年7月启用 且是花莲市第一座的大阪部落文化聚会所 第一个是在我们中山路的一个人行道改善工程 那还有柏油铺设 那还有整个停车位的一个改善的部分 那大概在柏油重新铺上之后 然后重新隔线画上之后 那每一位代表都能够了解到我们改善的方向跟目的 那接着就是在我们长景路公园 那长景公园是得到很多大小朋友喜欢去游玩的一个地方 那代表会也过来做一个考察 那也了解到我们长景路公园有很多的孩子很适合的邮据 那接着就是到我们大本部落聚会说 那有一些地方还是急需要原住民委员会来挹注经费来改善 那在此也获得到代表会的一个支持 希望未来之后得到预算之后也能够有相关的配合款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场地的改善 那未来会持续的为花莲市 不论是大朋友小朋友还有部落族人们 继续来为他们努力 长景路公园 我们目前觉得那个公园确实是还蛮吸引人 尤其是用心在当初的沙 小朋友游戏的地方 就是一个长景路的很大的一个滑梯 下来的时候那些沙子原来就是黑色的沙子 有点脏脏的会留下一些痕迹 那工作很用心就换成了白色的沙子 白色沙子看起来比较不会粘在身上 但是还是会有让人觉得不舒服的地方 那市长就决定说 那我们就再做一个蓄水池 小小的蓄水池让孩子们可以玩玩沙子 可以把手脚洗干净 所以对这一个工程 我们觉得是一个成功的一个小朋友游戏的地方 它代表也给予很大的一个赞赏 此次考察针对世代会 连日反映中山路施作人行道改善工程 疑似有行车道路缩减 停车格减少现况做了解 另外重景路公园 日前也争取到工程建议款 在公园一角设置简易洗手洗脚设施 便与小朋友将沙子冲洗 针对7月启用的华联市第一座大本部落文化聚会所 鸡宝干更容易等部落也都将积极争取以及施作 记者长帮演华联市报导 我们本身的结果 达网联市和网联市 制作便 Code